阿 妮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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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 妮 佛 佛 阿 妮 佛 佛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等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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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诸解 四百零四页 四百零四页 请看第八行 长运慈心 拔有情 度尽无边 苦众生 这两句经文 都是讲到 法章菩萨 在因力当中所发的宏愿 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的 长运 长运 是说它没有间断的 那这个运是讲对大众 对待一切众生 具有大慈大悲之性 要拔诸一切有情众生的苦难 要度尽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就在其中之一 慈者与乐 悲者拔苦 这个慈跟悲啊 还是有点不一样 慈呢是给他爱心 给他快乐 悲呢是消除他的苦患 这是有同情心 怜悯之心 怎么样具体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中国古人也懂 你看李济啊就讲到了 见国君民 教许为先 所以佛菩萨在世间 天天讲经说法 为什么讲经说法呢 能够让我们把道理 把事项搞清楚 所谓的立得心安 心安立得 因此呢我们看这两句经文呢 表示法障菩萨大慈大悲之 红世 他真正把四红世愿 落实了 做到了 最具体的 我们在第六品 就看得非常清楚 他老人家 愿尝为一切众生 把苦与乐 尽未来净整寂附和 度尽众生 方程正觉也 这是阿弥陀佛的使命 是他的责任 也是他的愿性 他要度我们大家 要度到什么程度啊 你看最后一句话就讲了 方程正觉啊 你不成佛他是不会放手的 那成佛的人是完全 开智慧的人 完全从迷惑 转变过来了 一般我们常说啊 这个人呢 真正头脑清醒了 说这个话我们想想自己 我们现在头脑清醒不清醒 大家给自己打分数 佛是完全清醒过来了 这个常是指的时间 是说的过去现在未来 也就是指的三季 一般也叫做三师 常即宿穷三季 即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间 无边是间指空间 便即十方虚空 即横便时虚 包括一切空间 你看一个是讲的时间 一个是讲的空间 时间空间合在一块 就是整个宇宙了 故无边者乃十方三世 无量无边也 法藏菩萨于一切实踪 于一切粗 大慈大悲 有度脱众生 无期度尽方秀 但时间无有穷尽 空间无有穷尽 众生亦无有穷尽 故此大慈大悲 大愿大行亦中无穷尽也 的确阿弥陀佛 他这个大慈悲心 从来没有间断过 从他因地当中开始 一直到现在 到未来季 他老人家这个心愿 从来没有更改过 不像我们人 哎呀能够发个慈悲心就不错了 能够发个大愿度众生 那很了不起了 可是发了之后就怎么样 很快就变质了 就忘掉了 哎呀发了之后 隔离一段时间再问他 你以前发那个愿 很不错呢 我们是在问对方 我什么时候发的 你看我们自己都忘记了 其实我们看的这一段的介绍啊 我们就联想到普贤菩萨洗面品 普贤菩萨也是咱们大愿啊 地藏菩萨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真正明心见心的佛菩萨 都是有同样的心愿 那我们应该好好努力 认真念佛 早一点升到基督国土 到那边去做什么呢 去进修 在基督世界成佛快 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在基督世界啊 我们只上一堂课 进去是凡夫 出来下课就是佛 不像我们这里 上课是凡夫 下课呢 还是凡夫 这跟基督世界不一样 所以在基督国土是一生成道啊 成就的是法信身 居住的环境是法信土 在那边呢 我们向阿弥陀佛求学呢 一点都不累 上课啊 精神饱满 他们又有读的人 就有这个课 接下来 但是他们的课 有两个呢 就是个一课 可以唱会的 这次是个大课 用的 可能要就是一个 一课 有设计的 一课计的 你完全有些课计的 您就毕业了 就离开讲堂了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介绍阿弥陀佛 他是大慈大悲 度陀众生 悟期 这个期就是期望 度尽方休 十方诸佛刹土众生再多 阿弥陀佛呢 也是不疲不厌 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其实佛并没有离开我们 大家不要把阿弥陀佛想得很遥远 十万亿佛国土之外 其实阿弥陀佛在哪呢 就在您旁边 随时都可以现身呢 有人就说 那既然他随时现身 他怎么就不现个圣给我看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呢 还不在道上 什么意思呢 您还不想出离苦海 还想继续搞轮回 还在天天贪图 五一六成名文理养的享受 如果哪一天您真的 有一个想法 哎呀这个时间太苦了 我要赶紧离开这个舒服世界 我要出六道出师法界 这时候阿弥陀佛就怎么样呢 他马上就现一个身 来到您的旁边 来度您 所以呢 佛菩萨来不来 关键就看我们大家 是不是有一个 想出离苦海的大愿 下面是法章菩萨 请他的老师 为他的大愿做个证明 我行决定兼顾力 为佛圣之能证之 重视身子诸苦衷 如是怨心 有不退 下面进一步讲 本送就是这个 这个祭送 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看到 是赞叹佛 第二段呢 我们也看到 是法大愿 在末后是聚集 则为 请佛证明 法章 比丘 发愿意 即请 是自在 王如来 为 作证明 这个我就是 法章 比丘 我之愿行 所具决定 兼顾之力 他所发的愿都是真愿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不像我们世间人 发那个愿都是虚愿 靠不住户 为什么 发了之后 他很容易退心 所以世间人发的愿 不算数 他这个愿呢 不够坚固 那愿力不够坚固 他将来就不可能有成就 这个人他发愿 随口讲一讲了 哪天心情好得高兴 他就发个愿 一旦碰到困难 马上就退心了 碰到顺经三缘 他又被诱惑了 也动摇了 所以世人所发的愿 跟法杖比丘所发的愿 那是不能够比的 法杖比丘发的愿 是真心实意所发的 就像这里所讲的 我之愿行所据 决定兼顾之力 大家还记得 我们上次所讲的 三十七道品里面 有五根 五力 哪五根呢 信尽念定慧 五根 五力也是他 信尽念定慧 这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法杖比丘 特别请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佛给他做证明 因为别人呢 还没有做到三绝圆满 这讲佛嘛 佛是自觉 觉他觉醒圆满 都达到究竟 并且呢 佛也是 无眼 具足 四种智慧 都具足 我们现在是什么眼啊 可怜巴巴的肉眼 是不是 这个肉眼呢 虽然年龄的增长 哎呀 不是近视 就是老化了 佛那个眼睛厉害 肉眼 天眼 法眼 慧眼 佛眼 因为佛 智慧 德能 向好 都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他就请他的老师 给他做证明 有法杖发愿时 已是地上菩萨 境界甚深 故非愚人所能知 为佛圣智 是能作证 此一身表 法杖大事 妙得难测 你看 法杖菩萨在发愿的时候 其实他的身份是什么 不是一般人啊 人家是地上菩萨 所以那个境界就高了 那就是阿威悦智菩萨 他这个境界呢 普通大众 无法测动 身份原觉 全教菩萨 都不清楚 只有谁知道呢 诸佛如来 我们算是很幸运的 升到几多世纪 我们算不算是地上菩萨 是啊 您不算是地上菩萨 第几地啊 第八地 你看哦 这个坐电梯也没有这么快的嘛 超级电梯啊 从人到 说说说说说 就到八地了 再上去九地十地十一地十二 十二地就是佛了 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恩德特别大 后面两句经文 纵使生至诸苦中 如是怨心 勇不退 是解释立心 唐一约 这是《无量寿经》唐一本 众臣无见诸地狱 如是怨心 终不退 法掌菩萨的道心啊 的的确确是坚固无比啊 就算是在无见地狱 他怎么样呢 也不会动摇他的初心 无见地狱 无见地狱 苦独无限 唐一 举地狱 极重之苦 以色诸鱼 我们知道 所有的苦当中 堕落在无见地狱 受的苦是最重的 最多的 也是呢 最长的 一般讲 无无见 那个见就是见断啊 所以众生多得到无见地狱啊 苦不堪言啊 分分秒秒都在受苦 法掌菩萨说呢 纵然我是在无见地狱 受种种的折搏 我也不退心 其实我们看了这个话 也想到自己 那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不管您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打击 都不可以退心呢 经经法杖誓言 重视身子诸苦中 诸苦自当 该阔地狱 所以法掌菩萨所讲的诸苦 也包括呢 地狱 这个法界所受的苦 该阔就是概阔的意思 也就是 总阔归纳 我知如上愿行 众多地狱 一步推转 正显前文 我心决定坚固立也 这一个大愿跟地藏菩萨 也都是一样 地藏菩萨发的愿很特别 他专门度哪一类的众生 地狱道的众生 这是最难度的 他发现去那里 救度众生 有慧疏约 但有其愿 愿即虚 这点很重要 假如说这个人 他只有愿 但是没有行动 这个愿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或者说呢 他只有行动 没有大愿 他那个行动 也不可靠 也不是真的 因为呢 愿是先导 愿是方向 是目标 所以这个人呢 如果没有愿 只有行 那他不知道 要往哪里走 他没有目的利 就好像 你自己从家里开车出来 你的驾驶技术很好 就到马路上 开来开去 但是你不知道往哪里开 到处乱窜 能不能够到达目的地呢 不可能 所以呢 行还要加上什么 愿 一般我们中国古人讲 致愿 人要立志 人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这点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小时候老师都问我们大家 哎 你有没有发愿将来以后长大的做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还记得 那时候我们口号喊得震天响 全班人都听到了是不是 做到了没有 早就忘了一干二净了 法藏菩萨是说到全都兑现了 他是有愿有行呢 下面再说 但有其行 行即须 如果只有行 可是缺这个大愿 这个行也不实在 所以这两个不能够分开 要能够呢 紧密地结合在一块 将来才会有究竟圆满的大成就 会手脚 要须愿行相扶 所为皆克 括户里面 电脑就说 这个克 就是我们现在 所写的那个克服的克 也就是成的意思 这个成是指成就 成功 所以愿行呢 互相辅助 互相的支持 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节》 讲的四个字 信 愿 持明 那个持明 就是行 所以大家仔细看这四个字 有信 有愿 还有行 最后呢 肯定能够 往生到西方净土 我们在这里学习经教 目的何在 就是帮助大家 把信心建立起来 帮助大家把大愿 发出来 那至于后面这个行 就靠大家自己了 你下了课之后怎么样呢 就去念佛堂 好好念佛 所以佛菩萨来到世间呢 是为我们开佛之见 视佛之见 我们作为弟子呢 要做到 悟佛之见 最后还要入佛之见 这第四品的经文呢 我们就简单的学习到这 下面呢 再来看第五品 至心精进 第五 本品 续前 法藏菩萨 发大愿约 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 我成佛实 国土佛号 西闻十方 一切有情乃至下等从类 身我国者 西座菩萨 无有余生 这一品经文呢 是紧接着前面第四品的 都是讲到法藏菩萨 在音乐当中 所发的大愿 这里就告诉我们呢 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 也就是他发的一个 称佛的心 并且呢 他还希望 国土 这讲基督世界 佛号 也就是阿弥陀佛 西闻十方 我们后面加两个字 十方佛杀 他是希望 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能够在一切诸佛刹土 都被大家所知道 在诸佛刹土里面 善根佛的因缘 深厚的众生 就算他是动物 冤飞于蠕动的动物 遇到这个法门 能信能愿能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他到那边呢 也都是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可以讲呢 他只有一圣法 没有余生 余生 那就是指的 身文圆绝 换句话说 我们到达 基督世界 不是身文 不是圆绝 您是什么 您就是菩萨 而且还是什么菩萨 不退转的菩萨 三不退的菩萨 所以大家看第六品 第二十月 就讲到 到达极乐世界 我们呢 接坐阿维越智菩萨 那个阿维越智菩萨 就是一佛圣嘛 按照天台智者大师的说法 我们是分正佛 因为阿维越智菩萨 是明心见性的菩萨 明心见性的菩萨 就是分正佛 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我们是正佛 不是假佛 所以基督国土 是无有余生 人道去的 是分正佛 那从畜生道去 鬼道去 地狱道去的众生 也都是这样子 并愿所发之一圣月海 超于无数佛国 这个想法 其他佛在因的当中 没有想到 法章菩萨呢 他就想到了 他不但想到 还怎么样呢 把这个心愿呢 也做到了 他希望他的一圣月海 超过一切诸佛杀 世间自在王如来 应其所情 伪现二百一十亿佛场 法章菩萨秦法 他的老师呢 也满足他的愿望 给他呢 用这个神通之力 给他实现 二百一十亿佛场 我们要知道 这个经上的数字 不是一个确切的单位 它是表法的 像这里所讲的 二百一十亿 它是代表 究竟圆满 因为在密中 是以二十一 代表圆满法 像我们尽忠吗 七跟十 十六 都是代表圆满 也就是讲 法章菩萨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佛 把一切诸佛杀土 全都陷在他的面前 让他慢慢地看 就好像这个电视一样 播出来给他看 法章皆惜堵剑 老师有这个能力 献佛杀给他看 他呢 也是很认真的考察 认真的研究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调研呢 调查研究嘛 乃于五节 精请休息 节得圣愿 这个时间也蛮长哦 花了多久时间了 五节 这个节不是小节 不是中节 是大节 它是每一个佛杀 都看得特别仔细 特别认真 当然这个佛杀当中 也包括我们这个 朔普世界 好的全都吸收 差的呢 都不要 所以基督世界 是个什么世界 是汇集的世界 你看我们这个五量寿经 是汇集的 是不是 炼老的这个注解 汇集的 基督世界呢 也是汇集的 所以他这个新的世界啊 是集一切 诸佛 刹土的 精华 真 善 美慧 全都在极乐国土啊 一个世界 全都看到了 因此后面说 所摄佛国 超过比 二百一十亿佛杀 这个 所摄佛国 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他这个世界啊 在 正报 一报 来说呢 全都超过 一切诸佛杀土 尤其是大家看 天津菩萨 所写的 网生论 里面讲到 二十九种庄严 一报 十七种庄严 佛菩萨 这是讲正报 佛庄严呢 有八种 菩萨庄严有四种 十七 八 四 就是 二十九种 当然就是 这是二十九类 一展开呢 无两无边 那是很详细的说明 事故本品名为 至心精进 因为极乐世界太美好 太殊胜了 阿弥陀佛 其他诸佛呢 都希望我们大家 通通都能够认真念佛 早一点生到极乐国土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品经文呢 就品题称为 至心精进 至心者如经文中所示 至成无上之种种心形也 这个至心呢 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 所存的 上求佛道的正确心态 我们学习世间法 学习初世间法 心态最重要 你看中文大德嘛 经常问他的弟子 问他三个字 你会摸 会的话呢 这个弟子就大车大悟了 那不会呢 还要继续学 老师 最大的愿望就是 底下代代有传人 所谓的清出于难 而胜于难 真正的好老师 他就是希望 以后的弟子成就 比他还要高 那假如这个老师 教学生 他心量小 基督心强 生怕学生超过他 凡事都留一手 那这个老师 将来不可能到善道去 那肯定是要堕落的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把这个智心 两个字 真正掌握住 有智诚心 恭敬心 谦卑的心 清净的心 这就是智心 所以我们修学 静中 要存这样的心 具足真心 真愿 真念佛的心 同时还要劝别人 也有这样的智心 有智者 这是解释这个智 法藏于清堵无边佛刹后 便意其心 选择所欲 法藏菩萨 他是亲眼 目睹 一切诸佛刹土 于是呢 他就在所有诸佛刹土当中 精挑细选 就好像买东西一样 货比三家 他这里不是货比三家 多少家呢 一切佛刹 他全都比较比较 选择最好的 留下来 文中一心 正显智心也 所以这个便意其心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智心 也就是一心一意啊 他做这件事情呢 是专心致志的 全神贯注 精进者 精请求朔 功胜保持 修习功德 满足五节 成就庄严佛土 清净之行也 看了这个介绍就知道 阿弥陀佛 的确是对我们众生 恩德很大 你看他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 用了五节的时间 他把极乐世界弄好 也是十节之前 所以你把这个时间加起来 五加上十 就是十五节 不容易啊 所谓的千辛万苦啊 那极乐世界已经弄好了 我们作为后世的弟子 应该要法大道性 早一点升到极乐世界 到了那边去啊 接受阿弥陀佛 诸佛如来的教会 还有那边菩萨的帮助 法藏菩萨呢 他在五节当中 精勤求所 孜孜不倦 在选择所欲之后 就公胜保持 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他能够保持不失去 他就会有大成就 什么成就呢 极乐世界造好了 也就是后面所讲的 成就庄严佛徒 清净之行 他跟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佛 学习佛法 他将来的成就 超过他的老师 不但超过他的老师 也超过一切诸佛 他老师 知道他的学生呢 成就超过他 也是满心的欢喜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所以佛跟佛之间呢 没有基督障碍的 都是随喜赞叹 法障比求说此记忆 而摆佛言 我今为菩萨道 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取愿作佛 悉令如佛 太好了 所以我们到达大基督世界 名怎么样呢 肯定能够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 在一年当中所发的大愿 下面进一步讲 这段经文是 承上起下 因为上一篇里面有讲到 以祭表愿 他说祭送 表达他的大愿 今文中 乃以长行白言 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这篇经文呢 是用长行文 来说明 他这个大心呢 是真实的 念老教 该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集物 立愿居先 这一段的开诗啊 也是古大德 常常讲到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 这一段话 入道要门 首先要做到什么 发大心呢 修行集物 哪一个排在地呢 发大愿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法藏菩萨 的确啊 在他的老师的教诲之下 最后啊 成就无比的 稀有殊胜难得 那我们自己 现在也要这样子吧 要发大心 要立大愿 要以阿弥陀佛的心 作为我的心 要以阿弥陀佛的愿 作为我的愿 真正做到 真正做到 众生无边 是远度 要帮助一切众生 早一点呢 离苦得乐 听说现在啊 这个 有些国家地区啊 这个新冠 感染人数又增加了 你看这个病毒啊 没完没了啊 中国古人一般讲嘛 这个瘟疫啊 三年就会 自动的就消失了 可是看现在啊 这个 哎呀 好像没那么快 这次众生找了业啊 所以我们作为 佛门弟子 应当要好好地修行 把自己的功德呢 回向给苦难众生 后面讲 是故法藏菩萨 于发无上菩提心后 气劫大怨 这个大怨呢 就是四十八大怨 超胜无数佛国 故请求世尊 未演经法 他发的愿 超过诸佛如来 他建立的国土 也超过一切佛杀 所以呢 他就希望他的老师 给他细讲 一些佛杀的真实状况 此段大意为 我今行菩萨道时 以发无上菩提之心 愿成佛 愿一切如佛 经文里面的 取愿作佛 是愿成佛 西令如佛 是希望他样样都跟佛一样 哪些方面呢 华音经讲了三个方面 智慧 得能 得能 得能相好 都跟佛一样 有幼段中 修为菩萨道 这个为啊 跟那个行是一样的 当作动词 也就是修菩萨道 无上正觉者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 范语呢 也就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实本来这个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但是古大德翻译佛经的时候 就保留原来的发音 没有把它翻出来 这叫尊重不翻 无种不翻里面的尊重不翻 这是我们修学大神佛法的 总目标 总方向 所以我们学佛啊 就是希望能够正等 无上正等正觉 您可不要来到寺院道场里面 跟大家一起共修 也做各种各样的好事 您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以后当官 希望以后发财 希望以后多子多孙 如果是求这个 那得到利益就太小了 所谓的银头小利益啊 太少了 这还是世间的洪福啊 我们要求求什么呢 出六道 出十法界 早成佛道才是 下面 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我当奉持 如法修行 底下进一步解释 故请求世尊 为我广说经法 我当信封 如法修行 经法 佛之经口所说 为万事之 常法也 常法者 称为经法 这个法就是我们一般 常说的真理 真理 永恒不变 它不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更 而改变 不会 它是万事之常法 我们举例子来说吧 孝道 这是常法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哪个朝代 我们要不要奉行 孝道 要啊 你看佛法也是 非常非常重视它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 今夜三佛 三佛第一佛就讲到这一点 孝养父母 奉世师长 慈心不杀 修世在业 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 我们中国人也懂这一点了 中国人注重 五伦五常四为八等 再加上三纲 十一 你看这个五伦关系吗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 朋友 有信 这五条 这是做人的根本 不能够缺 可惜我们呢 看到现在这个时代 乱了 大家说乱不乱了 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很多人连那个五伦五常是什么 没听过 四书五经十三经 没有读过 也没有听人家讲过 非常可惜啊 所以我们呢 还是要把老祖宗的教会 再找回来 再清回来 真的要安定社会 平定天下 沦常之道 必须要把它恢复过来 这个奉持也就是常见的奉行 奉持有奉受跟行持 两个意思 故今末常为 信受奉行 表 敬受 遵行 全权福音 之意 我们看每一部经 不管是大圣经 小圣经 在最后 那一句经文都是一样的 信受奉行 他表什么意思呢 表对于老师的教会 尊敬 表真正肯接受 表听完之后 回家老实去做 这讲居士嘛 回去之后还要落实 不是说听完咯 大家鼓鼓掌 流点眼泪 高兴一下 就完了 听的时候感动一下 下的课就不动了 那个不行 下的课之后怎么样呢 还要继续的去找座 这个全权福音 它是指诚恳信奉 忠心 信福 信就是相信的信 奉就是奉行的奉 忠心信福 信 相信的信 福就是服从的福 简单来说 把他所听到的 把他所理解的 都一无一失的 落实在日上生活当中 在这个礼记 郑康城的注解里面呢 也有讲到 全权是奉持的样子 在诸西 极著里面也讲到 这个福就是 拙的意思 就是想的意思 音呢 就是说胸 合起来讲福音 这个全权福音 就是说 奉持而拙之 心胸之间 因为我们现在话来说 就是把这段事情呢 天天惦记着 念念不忘 他还有能守的意思 能够守住 不使他丢失 凡是父母老师 对他的教诲 他都能够相信 都肯接受 都可能百分之百的做到 这是全权福音 法杖菩萨呢 可以说是 最好的一个榜样 那我们学习 《无量寿经》呢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要真正做到吧 把师尊 在这部记里面的 所有教会 全都落实在 处世待人接物里面 别人做不做 不要管他 有一个人非做不可 必须要做 哪一个人 就是自己 我们自己 直下承担 当仁不让 这是一定要去落实的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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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